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 《文字幕志愿者 》 畫畫都是去漫畫店 我小時候喜歡去漫畫店看漫畫 竹漫畫來看 像我們那年代什麼三眼神童 無敵鐵金剛 看了之後我就想要畫 我覺得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喜歡畫畫 那我大概就是沒事的時候 就臨摹開始畫 那唯一的紙張就是課本 所以我挨了很多揍 在我年輕的時候 那個時候台灣整個電動玩具店 非常盛行 那我就會去跟人家說 老闆你這個店 如果把它噴上那個星際大戰的話 應該會很棒 像那個星際大戰的那種場景 或者是說有恐龍 後來又幫很多報社畫插畫 對 就是它那個論舉很大 可是我都覺得我做得到 那我大部分的學費 都是從這些額外的收入去得到 以前我年輕的時候很喜歡那個 森賴范逸 就是一個日本的一個插畫家 那他畫的一些 比如說像我們稱之為強巴拉 就是以前幕府時代的武士 然後還有他畫一些 偵探的那種動作 因為他生態翻譯老師 他是以畫電影海報著名的 然後他的那個畫功 以及他的用色 我很著迷 非常著迷 學習他的那種繪畫技巧之後 我才知道說 觸描他可以很快速的 捕捉到人的動態 跟他的那個骨骼的那種 那種成長的方式 他影響到表皮的那個線條 大學的時候 我就喜歡那個林順雄老師 林順雄老師 他對於水跟墨的那種 控制比例 我覺得他是無懈可責 他對於那種 那種水分的控制 採墨到哪裡功力 非常強 跟一般的那種水採老師 就是 是一種不一樣的境界 我喜歡動物的那麼的純粹 他能夠直接反應的東西 是我們很寶貴的東西 他愛你就是愛你 他沒有條件 所以那時候選擇花動 應該是這個原因的 我很喜歡他們那種貴氣 這個像獅子老虹豹 對我來說 是貴族 我個人覺得 他可以守護 這種戰士 萬物總是有一些靈氣 一些靈魂 那像這種猛獸 你看他那體積那麼龐大 力量這麼的強壯 可是其實他也是有愛的 他愛得很純粹 你看像這個老虎 他冰天雪地 這個是東北虎 他在冰天雪地之下 他們兩個互相取暖 讓我覺得有一種衝突 因為城市人對老虎的既定印象 就是這樣 可是我就是要把它畫出來 那種 它有溫柔的一面 讓你去看說 我們是不是對外的時候 一定都要這樣子的 劍拔怒髒 有時候收一點會比較好一些 所以我選擇用猛獸來表現那種溫柔 你看這個冷掉的這個藍色的報紙 就好像我們年輕的時候 剛要出色會拼搏 你設定的目標的時候 你是不是應該要冷靜 所以我用冷色調來 然後看準的目標 你看他那個眼神 就是這樣子從那個樹上下來的 準備要奮鬥了 然後呢 我們人生奮鬥到一定的時間的時候 你應該會休息 你看那隻休息的豹 它是暖色調的 你得到了之後 你也該休息了 而不要無止盡的去追求 要珍惜你已經得到擁有的 就是這個靈感 因為我覺得那個老鷹的分解動作 我很著迷 其實我本來也想要畫那個豹的奔跑分解動作 那我就先用老鷹來處理 他在起飛到著陸捕捉到那個獵物的時候 沒有遲疑 如光束一般 所以他那個動作 那個moment 我就想要把它畫出來 他那個空氣的氣流 張開翅膀到壓下空氣的那個氣流那種感覺 到他已經準備捕捉到了 這應該是小時候畫漫畫得到的靈感 我喜歡用顏色的衝突去畫一個東西 然後 我覺得彩度高的東西讓我畫面會很亢奮 其實我已經盡量把彩度降低了 但是有時候想一想說 Why not 就怎麼樣 然後就把它用了很多的顏色 尋找一種衝突式的平衡 讓看的人覺得 他進入他的眼簾之後 他會形成一種美感的衝突 我只是純粹用色鉗筆畫它的那個靜物的動態 可是我想要靜中有動 它的光是一點一點的很抒情的 在表現在每一片葉子跟每一片花枝上面 這個就是純粹西方繪畫的語言 那個靜物那個油畫的畫法 只是我用的眉材是色鉗筆 它是一筆一筆去堆疊出來的 對 它跟畫動物的感情是不一樣的 畫動物是純粹熱情奔放 可是我就畫進入的時候 我是很安靜的收 把它收… 收整個畫面讓它很抒情 可是它還是有空氣在流動 是輕飄飄的 對於畫比如說老人 畫小女孩 畫美女 我有一套自己的裸子 臉當作一個對我的一種符號 是覺得我對它有共鳴 我可以呈現出它的眉語之間 它的膚色 它的動態 似乎能夠感動到我的 我一定要讓它很靈活 很有我自己所要詮釋的美感 不論你是哪一種膚色的人 我都可以去瞬間那個刹那去 明白了你的美麗 甚至可以想到你腦袋裡面想的東西 這是我畫人像的時候那種感覺 一般會畫我們大部分都是用簽名的 我們東方人喜歡蓋章 我以前覺得很反對蓋章 後來我發現章跟我的畫 有一點點的關聯 什麼是章 章是一種規則 一種證明 還有一種我的保證 所以我就把它兩個融在一起 我要畫我的章 我要簽我的字 我有我的語言要告訴你 那我一直覺得我的畫很國際化 可是我要告訴你我的出生在哪裡 所以我喜歡蓋章 我喜歡章裡面 那麼的堅硬卻有這麼柔美的線條 我覺得人生在不同的在追求就是那個剎那間 你那個生命的價值在哪裡 譬如說它那個路 它在那個夕陽中它昂頭起來 畫面整個呈現那種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我們應該隨時隨地去找到那個瞬間 一個北極熊的擁抱 那個瞬間那個溫度 勇往直前那個瞬間我要得到那個東西 我心無旁騙 我就要這個瞬間 這個瞬間就是我 屬於我自己的瞬間 屬於大家的瞬間 滑 滑 滑